你的游戏烂烂烂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花哨呗 熟悉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吐槽一些特别烂的游戏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给大家做一个全新的系列 就是这个你的游戏烂烂烂 专门给大家吐槽一些普通观众 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玩 或者说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游戏 就是这么巧 我在浏览steam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大 一个大姐 旁边写着 驱魔盗人四个大阵 再看一眼简介 用中国功夫和茅山倒树 大战夕阳邪教主 永旧少女出魔窟 嗯 这个味太冲了 然后一看到游戏的开始见面 直接就把我逗乐了 这主角的目光也太他妈呆滞了 左边这四个 跟右边一直在动的这位一对比 感觉像四个木头人 点击新游戏 主角怒喝一声 好俊的功夫 游戏一开始就给了我 一个大大的surprise 只见一个吃身裸体的女子 在水中叫道 妹妹快下来一起游泳呀 妹妹表示太累了 不想下去 然后姐姐就来到了岸上 说要给妹妹跳一下最新学的芭蕾 妹妹说 姐等等 我给你拍照 啊 姐妹之间是会做这种事情的吗 拍照的画面过于刺激 我就不给大家放了 然后妹妹的身后出现了一个怪物 怪物可能也是受不了这两个人了 说视频要过审的 然后大手一挥 姐妹二人显然是凶多吉少 镜头一转 一个光头在一片树林当中练功 看着似曾相识的格斗技巧 我确定他与主角的实力应该在伯仲之间 但是看到了他之后的招式 我就发现我错了 这个人应该是修仙的 紧接着另一个穿着道长服的人踏空而来 斗宗强者恐怖如斯 之前那位是师兄 后面来这位是师弟 这个师弟长得也太像香港僵尸片的某位道长了 话说这个游戏的对话 大部分不能跳过 大部分没有配音 例如现在这个画面 两个人完全没有动作 唯一有变化的就是这个不怎么跳动的字幕 你们现在看我的这个解说版 就体会不到我当时的痛苦 回到正题 后来的这位道长 也就是主角的师父 夜观星象 然后来跟这位师兄商量了 也就是说最近要有大事发生 这个师父上山的时候 没有带主角 让主角自己来 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 对话结束后 我们终于正式开始游戏 操纵主角了 和这个钓鱼的大哥对话 可以问路 他说对面的山上有一个怪人 不知道是不是咱们要找的人 所以我们直接往对岸走 这个游戏的动作极其僵硬 就这个跳跃 我真不敢相信这个游戏 是今年做出来的 附近有一棵长得像怪物一样的树 这个树前面有一棵草 我打算过去采摘一下 结果这既然真的是个怪物 吓老子一跳 我刚上来没有任何技能 所以说根本不可能跟这种东西应拼的 于是我绕过这个怪物 走了几分钟的路 看到了一个残破的别墅 进入别墅之后 这跟刚才外面看起来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然后这明明是自己师叔所住的地方 这个BGM也太阴森恐怖了 我本来胆子就小 整得我每拐一个玩都心惊胆战的 生怕有一个什么怪物 在一个拐角突然跳出来把我吓一跳 不过好在我所担心的那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然后在一个拐角看到了这个师傅跟师叔两个人 然后又是一段毫无配音又漫长的对话 大体内容就是说 师傅这么多年没有教我这个武功 是因为担心我根基不稳 之后如果到了自然会教我的 这个大房子呢 是因为猛户有钱人家因为闹鬼不住了的 然后师叔就一直住在里面 我形色因为闹鬼不住了 你也不能住进去啊 你这是私闯民宅啊 我今天就要大义灭亲 把你们全都给举报了 这师兄弟二人说 今天难得聚到了一起 让我下去给他们抱一桶酒上来 我就觉得这个对话怪怪的 突然之间让我下去抱酒 下来之后就看到桌子上摆着一本武功秘籍 还要选项是否偷学书中的武功 那这明显就是师傅跟师叔在考验我呀 当我傻呀 我肯定不学呀 然后我去拿酒 系统就一直提示我要去看这本书 我再回去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选了不学 所以说我现在没办法跟这本书互动了 也就是说我卡关了 这是什么烂bug呀 重开之后选择偷学书中的武功 学完多了两个技能 一个是灯腿 还有一个是旋风腿 我以为师傅师叔是让我拿这个酒葫芦 没有想到是要把这个桌子推开之后 搬后面的酒桶 然后这个葫芦掉在了地上 这个葫芦掉在地上的这个画面 大概有20秒 这个游戏类似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 我这个极脾气的人玩这个游戏真的全成煎熬 然后葫芦里喷出了一大堆火 就把这个别墅给烧了 之前散落在大厅里的石头啊 全都聚集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我行的师傅师叔就在楼上 这么大动静都不会下来看一眼的吗 算了还是先把这个石头人打败再说吧 接下来你们将见识到史上最精彩的打斗画面 给你一脚 再给你一脚 你们看一下这个石头怪掉血的速度 它是这个游戏当中的第一个怪物 我硬是在这个地方打了十多分钟 然后这个怪物还是在这个游戏当中 算是血量比较少的那一种 干掉这个怪物之后 师傅师叔下来了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这本书是他们故意放在那的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责备我 结果他们一下来就夸我什么聪明 练武奇才 什么鬼啊 偷学武功 然后还要被夸 属师正能量啊 你要是想教我武功 你干嘛不能直接教呢 紧接着师傅带我下山历练 也没有什么槽点 这些小鬼都非常的好打 打完第一批怪物之后 师傅让我们去干掉山鬼王 正如大家所见 别说山鬼王了 就这几个小兵聚在一起 打得我毫无还手之力 师傅弟子在你面前被干掉 你都不帮一帮的吗 还有游戏结束之后这个死字啊 这就是直接在某个游戏当中 抠下来的吧 在我死了几次之后 我发现师傅就是我们的人形外挂 我们可以到他面前请求他的帮助 然后我们要做的 只是把怪物引出来就够了 所以说这他娘的到底是哪门子的力量 师傅自己玩ADC 把我当肉盾是吧 干掉所有人之后 最离谱的事情就来了 这货不是之前在山上 遇到山鬼的那个姐妹当中的 其中一个吗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他为了感谢我 帮他们村子消灭山鬼 要为我跳一支舞 我群色消灭山鬼的是我师傅呀 我啥都没干呀 但是仔细想了一下 他应该还有个姐姐 嗯 我懂了 然后就随便点了一个舞 更离谱的事情出现了 这他娘的竟然有一个 脱掉衣服的选项 我知道你们都有个朋友挺想看的 但是为了视频过程 还是给你们看一下穿衣服的吧 这个跳舞也有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 就是他跳一段要五分钟 而且不能跳过 作为一个已经看过了两种选项的人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毫无观感 跳完之后 还有一个离谱中的离谱的选项 不是 去小树林干嘛 我要你助我修行 当然是去除妖了 还能是干嘛 看我大威天龙 回到道观 师傅可能因为这次捉妖 体力消耗太大了 决定闭关修炼 造冠的一切事物就交给我来处理了 师傅刚进去不久 一位短发女子就长上门来了 但是他见男主角年纪轻轻 所以看不起男主 正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 男主说出了师傅之前告诉他的地下室的事情 女子以为这是男主算出来的 对男主刮目相看 他有一个朋友进入了一个邪教 然后现在在里面出不来了 了无音讯 所以说他现在来找毛师傅 帮他寻人 然后男主叫他进去说 结果这个妹子刚往里头一走 祖师爷的话显灵了 一下把他劈死了 男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师傅 师傅说这个女子是个鬼魂 所以靠近了祖师爷的画像就被驱走了 他说的那个朋友应该就是他自己 由于师傅在闭关 所以男主就要被师傅派过来解决这件事情 从这里开始 这个游戏就是地狱级的难度 这个地方的怪贼多 血量贼厚 而且你被这些怪打了之后 还会有硬直 我大概在被这些怪物围殴死了十次之后 我就发现我是不可能过得了这关的 所以我在想他不让我去地下室吗 我直接跑到地下室 给大家看一看最终boss 然后这期视频就这么结束了 就完事了 但就算我强行跑上来直接开门 也会被这个门直接弹开 然后告诉我周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让我找出这个力量 然后干掉它才能进去 可能有人会疑惑 为什么我不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兵引过去 然后一个一个干掉 首先是这个小兵血是真的厚 我一个一个打 打到刚才那个门那里 可能要五六个小时 然后就是在你打斗的过程中 总是有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穿出来的 另一个怪物一起围殴你 两个怪物一起打你 那个硬直 那叫一个酸爽 而且这只是小怪 后面的大怪根本不敢想象 这两个守门的弓箭手更是恶心 它射的这个火箭烧到你 你就会一直硬直 这次被打死之后 我也是彻底的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于是果断点了退出 然后突然发现这个游戏竟然有个难易度 我之前玩的时候 它也没让我选过 然后这次果断选了简单 然后继续游戏 这个时候我发现 这些小怪打我 竟然不掉血了 但是它们的血量依旧是那么厚 所以我把这些所有的怪物都引到一起 右手一直点着鼠标左键 然后左手拿着手机看视频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剩下了两个boss 一个叫秦霍 一个叫无伤 把这两个boss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是无敌的 我有100条命 我也打不过它俩 我不知道作者 自己有没有玩过自己做的游戏 无脑的堆血量 无脑的消耗我的时间 说到时间 我突然想到 我玩到这里的时候 早就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我已经退不了款了 就地下室的剧情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讲解了 四个字可以给大家概括 枯燥 无聊 然后这些怪物的特效 是侦探娘的闪眼睛 玩这个游戏之前 我感觉我左右眼都是5.2 玩完了之后 我感觉也就3.0吧 终于我见到了boss 就是这个带光头 我可亲你娘的吧 我比较庆幸的就是这个 飞在空中的女生 她是穿着衣服的 要不然又得增加我的工作量 这个boss不只是血后 她又会左右来回跑 她又会召唤小兵 就在我已经快要失去思考的时候 我终于把她打死了 就你她娘的是水军头目是吧 她带着她的水军一起去阴间了 结束之后 主角带着这个妹妹离开了 为我打败的这个头目的情妇 为了感谢我 说要给我跳一支舞 但是现在我真的没心情看跳舞 我只想赶紧通关 又是一段新的剧情 咱们之前在片头见过的那位大 大姐 来找咱们来了 剧情还是太啰嗦 简单的说 就是让咱们去救她的妹妹 师父依旧是闭关不出 然后派咱们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一进门 就看到一个大惊心 向咱们爬过来 二话不说就开始打我 这个星星血量不算后 把她制服以后呢 她变成了一个可以对话的NPC 我们可以找她请教 关于其他BOSS的信息 又是打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后 我终于打败了这个地方的八个BOSS 当我要继续前进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选项 问我是自己进去还是回去找人狼 既然有这种选项 我肯定是要留个心眼 果断回去找人狼 话说她竟然是人狼不是星星 这里有一段对话说 这个人狼是咱们要救的 那对姐妹的母亲 她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帮咱们破了那个洞口的魔法 我们下来之后就看到了 王妃和她的随从 在一起攻击我们要救的那个妹妹 我们靠近之后 这个巨蜥不打妹妹了 开始打我了 干掉巨蜥之后 这个妹妹也被这个王妃干掉了 紧接着就是我们打王妃 把王妃干掉 这个王妃大喊 大王会被我报仇的 然后大王复活了 大王说 我的爱妃去哪了 我要被她报仇 但这里我们根本打不过她 被她打败之后 我们回道观请师父帮忙 师父说这个人是蛮王 能呼风唤雨 即使他与他师兄 两个人合力也打不过她 打败她的方法 唯有主角跟长夏两个人合体 两个人都是一年一月一日生的 所以两个人合体之后 就功力大增 然后师父施法 把主角传送回这个长夏被干掉之前 之前这个科莫多纪西 还有那个王妃 我还要再打一遍 我们把长夏救了之后呢 给她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说两个人要合体 才能打败她 然后这个长夏就表示 既然是命中注定的 那就没办法了 来吧 这么随便的吗 你都不怕就是主角随便编的 骗你的吗 我知道你们想问 合体的画面拿去了 这个真妹剪 她就是这样的 然后两个人合体之后 这个妹子也加入了战斗 但是她一点用都没有 她打boss没有任何的伤害 而且十分钟左右 她就会去世 这个boss的血量 比之前所有的怪 加起来的血量还要多 用之前的技能打她 就是在给她挠痒 只有最后一个新技能 打她才有一点伤害 而且打到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画面卡的一批 我以为当我把boss杀了那一刻 我会非常的兴奋 但是我没有 我感受到的 只有无尽的空虚 我的表情 就是这个样子的 又到了最精彩的跳舞环节 不是我把你妹妹救了 为什么姐姐也过来给我跳舞呀 我决定把这个大宝眼福的机会 送给你们 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感谢观看